OK,来我们读啊 小朋友,我们还是讲回昨天的那个 因为昨天我觉得我讲到不够清楚 而且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其实,好 来我们一起读一读啊 地球表面山很多 有些低率两山有三谷 三谷之间有小小小農 小西相遇变小河 小河相见成大河 三河 三水 流不住 流不住 成为 变成 五河 十 岡山 岡山水 岡树流 获勒平原 平原 大河 你们这边有八个 对不对 找到十个给你们看 等下我加多两样东西 来你们读一次给我听先 第一行 就是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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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树 岡树 我要找池塘先 池塘先 池塘 河 海 海 海滩 老师 海滩是那个交接处 就是陆地和海 中间 那一个 那个位置 叫海滩 交接处 我们叫 你这边呢 我就觉得 还不够 因为 小溪 他没有告诉你 小溪啊 老师带你去看小溪 还有一个平原啊 老师要秀两个图片 小溪和平原的图片 如果可以背的话 今天立先 你背起来啊 听好啊 if you can memorize it you try to memorize it 明天背给老师听 ok 你看很好的 他说 on the earth on the surface 表面是他的 啊 他的 surface啊 表面 有很多山的 高的叫做 高山哦 低的叫山丘咯 两山的之间 中间两个山 有山谷 他也讲了 山谷之间有小河 小河相遇变 小溪相遇变小河 小河相见变成大河 山河之水流不出 就会变成湖河池 高山山水低处流 过了平原入大海 你先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背啊 明天我背给老师听啊 我知道你记性很好 谁喜欢的手 四个背起来 小溪相间变小河 小河相间变大河 什么这一句呢 ok 我clear all啊 为什么 这一句有一点难啊 什么叫做相遇 meet together ok 相间也是meet together when few streams then meet together will form small river when few small river then meet together ok then will form a big river 三河之水 他是说哦 那个山中间那些河的水啊 懂吗 chiden kubiran 三河之水就是 三 三中间那些河的水呢 如果流不到大海那边去 他就变成湖河池了 所以从这边知道我们知道湖还有池的水是流不去大海的 因为他讲了流不出 三河的水 池这个意思就是的 三河河的水如果流不出 什么叫做三河之水 三河之水 三河的山里面的那些水啊 高山山里面的水 是向低流下来的 is go down downward 低处流 这个字很重要哦 低go downward 好了 什么是平原 我们带 啊 我看这一个平平的地方就是平原的 flatland 昨天我们读过吗 flatland and highland ok 好 呃 你看老师这边解释给你听一 明白一点 然后你们来 我们一起来读 高山 啊 ok 是的 地球表面有很多山 是 高山 这个flatland 地球表面有很多山 嗯 来了 这个 是 山丘 山丘 有些高 是吗 这边按了啊 有些高 叫做高山 嗯 有些低的呢 叫做山丘 啊 解了解释给你听了 那么高山是怎么样的 高山是有 读啦 有渐渐的山丰 啊 渐渐这些叫山丰 ok 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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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 圆圆的高山是有渐渐的高山 啊 山丰的 ok 再来一个 最后他解释给你听了 ok 山丘的高度 较低 比较矮 圆圆的 这里有圆圆的 这里有圆圆的 高山 的 山丰 是怎么样的呢 山丰 是有 高度啊 the level of the height 较高 较高 较高啦 嗯 渐渐的 山丰 是的 ok 然后 山和山 in between the mountain there are small stream small place 这个land啊 山谷咯 这个叫山谷 山谷 flot in 两山 之间 两座山 ok 这个字啊 所以可以告诉老师 之是什么意思 老师好像没有告诉过你 啊 之是什么意思 两座的 ok 这个字哦 的意思是 之间是中间 的 啊 的 啊 两山两 两个 兔毛的 的 中间 之间 这个是 之 是的 的意思 啊 我打在这边啊 之间 是 的 那个 间呢 就是中间 哦 两山 的 两山 的 中间 有 山 古 来我们读一读 两山之间 两山的中间 狭窄 低 啊 哇 嗯 什么叫狭窄 狭窄是 narrow ok 狭窄是 narrow 啊 nary 啊 nary 是 窄窄的 很窄的 低 啊 啊 下去叫什么啊 这个要明天听起来吗 啊 我等下会告诉你啊 我 低奥英文怎么讲 低奥 啊 哦是怎么讲 低奥 低奥啊 可是不会这个英文字去找找一找 低奥 低奥 我给你看低奥啊 低奥的土地 土地 土地 没有低奥的土地的 低奥 有一个冬这样子的意思 低奥的土地 没有的 低奥 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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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就画给你了哈 低奥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啊 呃 哪一个啊 什么也是啊 来 递 就是这样子跌下去了 嗯 OK 这个土地啊 叫做低奥 凹下去 嗯 OK 可以啊 低奥 这个就是低奥的地方 gold啊 concaved 他英文叫concaved 我找到了 他英文叫concaved 这样哪个这个字 OK concaved是低奥 低奥啊 哎呀 低奥 啊 低奥 低下去的话 凹下去 凹下去啊 低奥 叫山谷 OK 小西 啊 山谷那边呢 通常是有小西的 因为那个水记在那边吗 这个小西就小小的河啊 小水不小小的河 这老师读啦 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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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找了一点小西的图片给你看啊 在森林里如果你们有去录营的话 看到有一些这样子小小的小河啊 哦 我们要叫他做小西 因为你学过了 以前你不会 你叫他小河 现在你会了 你要叫他小西 嗯 啊 那么小西怎么叫后来 后来他就流流流 OK你看 小西相遇变小河 你看这些小小的哦 就是他从山上面流流流 这个是从飞机那边拍下来的照片啊 this is from the sky this is called landscape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大的叫什么 这个长长green color叫什么 小西 小河 懂吗 啊 那个一条一条黄色那个线呢 就是小西来的 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那个小西哦 很多条小西流流流到 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变成小河了 所以他说小西很多条小西 meet up when they join together then form small river 啊 再读一次 小西相遇变小河 小西相遇变小河 啊 这个是小河啊 还没有变成大河啊 还是小河 小河 啊还是小河 嗯 再来这边啊 那你看 小河相见很多 那些河 meet together 最后他变成一个大河 嗯 来读一读 小河相见成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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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大河 大河 啊 还没有玩的哦 都还没有去到海 还没有玩的 来 再来一个 他 stop一下 他没有去海先 他说 山河 山河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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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里面那些河的水啊 山里面的河的河水啊 流不出 流不到去海的话 if cannot flow to the sea 就会 变成 来了 来 还有池塘 是的 来读啊 就会变成 湖 河尺 都会变成 湖 再来 这个是 池塘 啊 也是没有 这个是湖 小的是 池塘 大的是 湖 啊 那 池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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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塘比较小 湖比较大 啊 池塘比较小 湖呢 是比较大的 这个老师读 共同点 池塘比较小 什么有什么共同点 池塘比较小 都不会流出河 或者大海的 流不出去的 啊 都是流不出去的 啊 流不出啊 哦 终于来到这边了 他说哦 高 那 最后了啊 高山里面的山中间的那些水啊 哎呦 古比较是吗 老师 查一查水那边那么潮啊 是 古比较来的 很潮 ok 那 过了高山中间的水 叫做山水 ok 不是你的水后水 不是井水 不是井水 是山中间流 雨水 在山那边的水 叫做山水啊 高山里面的山水 是向低流 这个低啊 低 向低流 低处流的 过了 呃 pass over 平原啊 平原啊 flatland 如 流 哎 如大海咩 不是 入 入啊 入是go 入就是 in ok go in 入就是go in啊 入就是go in ok after 这个 哎呀 我看我都不用放这个挂虎了 就直接pass啊 ok pass over the flatland then will reach to reach the go in the sea ok go in pass 啊 然后到哪里啊 嗯 这里啊 那 还没有解释啊 你看 这些是河啊 大河 慢慢的到水后 这个地方叫什么啊 啊 这些地方啊 嘛 到什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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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常常好像那个彩带的 这个是 这些是叫做 河 嗯 高山的山水就是河咯 这样子慢慢流流流流流 到最后 流到大海了啊 所以这个我们流到去大海了 嗯 过了平原 这样平原又是哪里呢 哈我也看到有平原在这边可以告诉你 flatland啊 哪里是 啊 平平的地方啊 平平的土地叫做平原 平平的 flatland是flat flat flat the land is flat 平 圆 有三号 啊 平平的草原 ok 这些我们可以叫它平原 啊 这个图画很好老师找到 有平原 有一片平原 兩片平原 很大片的平原 平原都是适合哪来 啊 种东西的 ok 海滩很难写 写不到 ok 老师跟你讲啊 another phenomena for平原啊 他们说哦 老师看去 check google 平原啊 不可以随随便便讲平平的土地叫平原的 为什么你的草藏不叫平原的 原来哦 平原我们可以用这个字 只是它可以出现在河的两边 get out吗 如果没有河的话 那个平平的地我们不可以叫它平原 ok吗 你听到老师说的东西吗 平原在哪里出现的 平原出现在哪里 平原是在 河的两边 啊 是 总之平原一定是有有在河的附近的 没有河我们不可以叫它平原 ok 叫草地什么都可以啊 so 然后 啊老师找到平原给你啊 这样子平平的土地叫做平原 它是在河的两岸的 你看老师的google写 地面平坦 或比较小起伏的 叫的一个地方 主要分布在大河两岸 看到很小的字吗 嗯 老师学来教你们的这个啊 平原 海滩在这里看这里 啊海滩海滩是bish ok 讲完咯 哦 已经是 啊 janson boy ok so 我们啊 这个课啊 有 我stop share先啊 我record也stop了 这个是第一个part D型讲完了 我那个record stop掉它先 好 好 行